喂,Hello,你好,你好,我叫管毓 你好,你好,你好 為什麼鋼皮和臭糊自己就嗅到 但是口氣自己就嗅不到呢?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家都習慣了自己的體味 就好像大家在房間其實不會嗅到什麼味 但是你一出街回來就會嗅到自己的味 同時被習慣嗅外來的氣體用來保持警覺性 所以你就嗅不到自己的口氣了 除此之外聽人說話的時候你會集中呼吸 所以就很容易吸入對方的口氣 而且口氣持續的時間通常都比較短 所以當對方再呼吸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嗅不到自己的口氣了 想知道自己有沒有口氣? 舔一下自己的手碗就知道了 在乾了之後就嗅一下有沒有味 或者嗅一下你旁邊的那個吧